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学院的菩萨们已陆续上线 一切都是自动自发的精进 大家欢喜来读圣训 让我一次次与先佛更亲近 感谢先佛教导我幸福的道理 给我汲取太和正能量 让我全身充满太和元气 这是幸福满满的修行功课 也是心灵提升的美好资良 愿一切都平安吉祥 愿世间都和平安康 感恩上天的慈悲 感恩上天的慈悲 今天我们要继续来到第十八次的 百扬圣信论语 那我们读的一样是 人不知而不孕 不欲金子夫 那我们已经来到最后一句 不欲金子夫 那昨天这个白话训呢 我们再复习一下最后一段 来 俗坚 汉忠仪大清仙 死非俗语 存着好心说好话 你们推行说好话找好处的运动 是不是 还有继续吗 还是已经忘记了 要常常说好话 表示我们的心是好的 你说我的心很好 讲出来的既是那个的话 你说我的心好吗 不知道好不好 但是人家感受不到就不好 我们的行为言语 要让人家够感受到那份到齐 这样才是对的 如果我们只是说我的心很好 做出来的事情 一件件都不像修道人的样子 那就要好好的改进哦 多存好心 那盼忠仪大先勉励我们说 我们要常常说好话 表示我们的心是好的 这句话蛮重要的 我们说存好心 说好话 做好事 救好人 那他的最根本就是要先存好心 如果不存好心 讲出来的好话变成甜言蜜 变成一些我们叫做惨媚的话 所以还得要真正的存好心 讲出来人家才感受到那种 诚于中 行于外 那一种发自内心的 为对方好的话 那这样子 人家才感受得到我们那一份道气 我想这一段话也是很值得我们 来放在心上好好实践 好 我们今天要进入不义精子夫的底信 来 我们请素儒 带人处事一个臣 以心非愿为众生 发挥才能今世用 拥有热诚法道红 众善治理来尊奉 诸恶落作无故能 志向坚定爱传宠 要让世间骗人风 先佛慈悲勉励我们的这一个 待人处事 其实每天都是在学习 待人处事就是在学习 我们怎么样让人感受到 我们有那一份真诚 待人处事要有那一份真诚 就要发自内心有那一份慈悲心 那种慈悲心 就是我们最尊贵的佛性 所流露出来的 有慈悲心的人就有真智慧 如果这个慈悲心是为众生 他就能够发挥那种精致致用 能够把这个世间变得越来越好 就是有那个热情 把这个真理 这个道来弘扬 引领众生 往好的方面来走 因为我们能够把好的道理 从自己去实践 尊奉不是只有嘴巴讲 要去实践 诸恶莫作 众善奉行 而且这一种 先扬真理的付出爱心的 慈悲心的那样的志向 一定要很坚定 就算有任何困难挫折 我们也要不改我们的心智 要让这个世间 遍布的仁爱之风 人与人都互相关怀 互相付出那一份爱心 好 这一段先佛很慈悲 一一来给我们慈悲解释 来 我们先来看看第一句 小佩有在线上吗 等一下是找 同学在线上 好 请 按钟离大仙慈悲足语 待人处事一个成 我们跟人相处 不要虚伪 不要说谎 诚诚恳恳 有就说有 没有就说没有 不管我们的事不要去提 关乎人家的明洁 就算你看到 你听到也不要去谈 我们爱护别人 就像爱护我们自己一样 这样我们的德性才会增长 好 待人处事 每天其实都在面对待人处事 我们从我们眼睛睁开来 这个异道的人 就是待人的态度的开始 到早问好也是 每天异道的任何人 都是一种待人处事的学习 最重要的是要有那份真诚 所以这边勉励我们 不要虚伪 不要说谎 诚诚恳恳恳 但这个有时候 是诚诚恳恳恳是给人的感觉 我们表现出来的 有没有让人有这种感觉 不是写在脸上 那另外呢 我们不要随便讲人家 试恳 应该多还行自己 多检讨自己的过错 多爱护别人 就像爱护自己 这种爱护别人 要爱护别人的敏捷 要包括在内 不要随便讲人家的试灰 这样子就是爱护敏捷 那也可以展现我们的修养 我们的那种德行 才会增长 好 陆姐 执心悲愿为众生 我们看每一个众生 都要当作我们的子女 这样的爱护 当作我们的父母 这样的尊敬 不要说你是你 我是我 累贼累世以来 轮回转变 其实都是一家人 是 无言大识 同体大悲 这是我们 每位白杨天使 都要有的 一种涵养 就是要把 我们说老无老 以人之老 幼无幼 以人之幼 别人的子女 一样要爱护 别人的父母 一样要尊敬 韩荣 发挥才能经世用 拥有热忱把道红 是我们去弘扬这个道 人能红道 非道红人 不是借着这个道 自己来求发展 求发财 而是利用我们这个身体 这个嘴巴 把大道 采扬出来 这样懂吗 人能红道 非道红人 但是红道 的目的 不是为了发财 红道的目的 是在利用我们这个身体 利用这个嘴巴 做有意义的事情 把这个真理 弘扬开来 我想这个观念非常重要 来 那个 十五捐 众善事里来尊奉 诸二末做五步呢 我们学习的道理 要多做善事 就像一个袋子 你每天去储藏你的宝物 但如果一边做善事 一边做化事 就像这个袋子下面 露得动 庄也庄不满 田也庄不满 是不是很可惜 好 先佛给我们举了一个很简单的例子 就是我们每天要多做善事 那做善事就像在我们的袋子里面储存宝物 但是如果做了坏事 一边做了坏事 那就好像这个袋子就有了个漏洞 就漏了个洞 这个叫做有漏 然后你装再多也装不满 装再多好的东西 宝物你也装不满 那就很可惜了 好 苏儒 我们要行善也要断恶 把不好的行为改正过来 把不好的心念修正过来 有不好的实性 做好的理性 通通把它夺除 表现出来才会有好的行为 好的言语 你懂吗 这里有一个重点 就是如果我们想要多做好事 叫做行善 这是修道人之基本的 多做好事 但是行善也要能够断恶 如果说我们的行为没有改正 常常做一些恶 恶就是不好的事 那就算我们想行善 这个习性 秉性 不好的习性 秉性 也会影响到我们 我们做出来的 这个善可能也不是纯善 好 小沛 志向坚定 爱重颂 要让世间变人风 其实在前面的人 大家看他看得很清楚 不见得我们上去的时候 就比人家好 知道吗 今天看前嫌 看点传师 哎呀 好多缺点 我们当人家前嫌 当点传师 当讲师 不见得表现得比人家优秀哦 所以兄弟姐妹 有不圆满的时候 互相包容一下好不好 这样子佛堂才会变天堂嘛 佛堂要变天堂 要互相关怀 互相帮助 也要互相包容 互相赞美 每个人都难免会有缺点嘛 会有不圆满的地方 互相包容很重要 爱心的付出更重要 好我们来看下一段 来路姐 不怕嘲笑 不怕佛 人不知我心相同 得若全修无和话 可令自我更提升 人者无敌事实动 宠辱不经甚从容 人心欲念不放纵 拼心能做 主人翁 我们说人不知而不应 这个人不知 有时候我们也 不要怕人家嘲笑 不要怕人家讽刺 因为他不知道 不了解我 所以人不知我心相同 不要因为这样子 我们就生气 就花脾气 这样就显得 我们的修养不好 德若浅修我何患 所以修道在陪德 而且见德如偷 这个叫浅修 有时候修这个德 最好不要明目张胆 让大家看 都很清楚这样子 其实默默地修 允德 允德 所以德若浅修 一个懂得浅修德的人 就是说 修这个允德 为善不义人知的意思 这种才是有真功德 可令自我更提升 忍者无敌四十动 慈悲没有敌人 忍者 我们有那份爱心 有那份慈悲心 去到哪里 都会跟大家 非常的和乐 有时候这个敌人 就是跟我们敌对的人 敌对的人跟我们对立 对立就跟我们吵架的人 都一样 都叫做敌人 所以从辱不惊 胜 从容 在待人处事的时候 有时候 人家对我们很好 叫做丑 或是人家对我们不好 叫做辱 其实问心无愧 忍者无敌 从辱就不惊 人心意念不放纵 天心能做主人 人心跟天心 最大的差别 人心是为自己 所以它都是意念在做主 这个不能放纵 天心是一片慈悲心 它是能够为别人设想 能够为大家去做一些好事 这个是我们的真主人 不要失去了这个真主人 好 我们来看看 先佛怎么教导我们 韩蓉 不怕嘲笑 不怕凤 人不知我 心相同 人家误会了我 不了解我的用心 没有关系 一颗对道的心 对众生热的心 的热心 还是一样没有改变 可是 各位闲事 可能遇到人家讲两句话 就不高兴了 就发火了 就说不来了 哎呀 那么快就被打败 不太像激公佛佛的徒儿 激公佛佛的徒儿 要能够很潇洒 而且能够 就算人家不了解我 嘲笑我也没关系 人不知而不异 那么样的潇洒 所以激公老师提醒我们 不要人家讲我们一句两句 我们就发火 好像我们都没办法让人家来调教来讲 那这样子就会 一下就被打败了 来 淑娟 所以要有坚定不把的意义 人家怎么说我 误会我 没有关系 讲清楚就没事了 不要耿耿以外 心里有个借地 就不太好 我们在家里也是 夫妻之间 与家人之间 遇到事情 难免有意见 不同的时候 沟通好了就要放下 不要老是欢旧帐 好 人都有欢旧帐的习惯 把别人的缺点一直在那边讲 但这个一定要改 也就是说 人不知而不运 有时候还包括 就算人家怎么说我 误会我 那我们也要 讲清楚就好了 不要耿耿以怀 如果耿耿以怀 心中就有借地 那就不太好 尤其家人 夫妻之间 有借地 那这样怎么相处呢 所以 要能够坦诚 不要欢旧帐 沟通好就放下 恕辱 德若潜修 钱就是潜藏在里面 我们的德性 我们说应得 应得 就是说做好事 不要迅速去张扬 有德性 需要到处表现给人家看 有做的上次一功一过 都心情迪速 没有做的 会不会跑到你的身上来 会哦 所以做的好的就有功 做的不好的就有过 有做没有做 都要自己承担 知道吗 好 我们有德性 不需要到处表现给人家看 其实人家看在眼里 我们有没有德性 人家自然就知道了 你不用用到处张扬 那种心态 那默默地做好事 这个叫做修音德 这个叫做修音德 也就是允德 这才有真功德 叫做无相布施 一日修来一日功 但是如果我们很在意 我们每天做的好事 到处张扬 那不见得有功 也许有 但是那种功德 是没办法比你那种无相布施 真正无相布施 这种功德才大 那无相布施的意思就是 默默地做 不要张扬 修音德 像不施 好 小沛 德若浅修无何患 如果我有德性怕什么呢 可令自我更提升 忍者无敌事实动 做什么事情 我们选择适当的时候才去做 不该我们发言就静静地听 不该把钱掏出来的时候 就要把荷包看紧一点 这样知道吗 好 内德的涵养 是要叫做 德性的浅修 如果我们有内德的涵养 我们还怕什么呢 真正要有自己的内德涵养 那种让人家能够感受得到 就好比说 人家对我好 我当然对人家好 如果人家对我不好 我还可以对人家好 那个就真正有内德了 内德的涵养 要得量 那当然这当中一定是要有爱心 叫做忍者无敌 有爱心做一个 诚意中心意外 慈悲心很重要 好 我们再来看下一段 来一个录解 古人讲摩顶放肿意思就是说为了到处去奔芒 鞋子都磨破了 脚趾头都跑出来了 然后额头的头发都磨光了 这个都秃头了 很辛苦的样子啦 因为在外面到处奔波 参风露树 然后到处这样子摩顶放肿 就有以前墨家 或者是我们说大乙治水 都可以这样来形容 那把这样的精神 拿来报道奉行 前前福音 那一定是能够守这个真宗 做得非常好的啦 那哪有命运之捉弄 尽力拓展几千层 因为命运就会掌握在自己手中 如果我们努力去做 报道奉行 这个命运就在自己手中 不怕有什么叫做命运捉弄 没有 我们不会被命运所拔 努力去开创我们的前程吧 误在沉醉春秋梦 绝为师 就是听沉醉 要以劫为师 以前讲到以戒为师 现在要以戒为师 戒是各种的一条一条的戒力 你要去遵行 叫做以戒为师 以戒为师是我们的菩提本心 我们的良知良能的良心 我们的佛性 以这个为师 就是真主人做主 心存孔圣 心存孟 我们重点就是要把圣人知道 也就是孔圣跟孟是 亚圣 孔子孟子 他们的所要去完成的心愿 他们没有完成的 我们为他们还愿 努力 去实践 大道一贯 人平等 去实现大同理想的大道 来我们请韩荣 尽力拓展几前程 要把自己的前程拓展开来 走出一条光明的路 雾在沉醉春秋梦 绝为师啊 听尘钟 每天庙里的尘钟是几点敲 你们几点献香 操持讲师答 同意公是早上六点献香 晚上五点献香 要献香磕头的时候 是不是有广播 那大家就要听着广播 以前不发达就是用敲钟的 所以听尘钟的意思 就是告诉大家 早上该起床了 该醒了 不要再赖床 不要再沉醉 在棉被窝里 要一天工作开始咯 心佛很慈悲 举我们每天每天 当作一个例子 就像大家每天早上 我们七点开始的程度 应该说五十五分就开始了 这也有一点像 这边讲的 雾在沉醉春秋梦 没被窝 是很舒服的 对不对 但是我们要醒过来 觉 觉就是醒过来 结为世 听尘钟 这里的先佛给我们慈悲的 就是尘钟 目骨尘钟一样 敲响 敲醒 敲醒我们的沉睡的心灵 让我们感受到 上天 先佛这些慈悲的智慧 还有那一份慈悲的那一种能量 那个正能量 从这些语言文字当中 真的可以感受到 让我们一天都有一个美好的开始 那我们接下去下一段书见 有为弱势无力懂 去师散发以骗弓 精进不屑 明智诵 学无退说 有始终 道气正气 冲天气 既恭为名 宝初终 有智有仁 还有勇 仁着死者 气灰弘 好 顺和人也 以和人也 有为者 亦若是 这个我们常常讲 圣人也是人 我们也是人 我可以努力 也可以成为成就像圣贤这样子 重点在哪里呢 气失散发一片功 重点在于我们所作所为 我们是为自己 还是为功 功就是为大家 圣人都是为大家的 就像菩萨是为众生的 那一般的人都是为自己 所以他是凡人 所以我们要改变一下 我们的心态 能够把那一片 功心天心展现出来 精进不屑 这个工作当然要 很用心很努力 而且要很精进 不能懈怠的 那一种志向 才能够真正的展现出来 那个毅力跟解心 皆无退缩 有始有终 道气正气 冲天井 一个人如果努力这样做 自然而然 前身上下 就散发出那一股道气 那股正气 也就是说我们功心一片 精进不屑 为弘扬这个真理 为度化众生努力 那自然而然 从天记的那一份道气 就像我们鸡公老师 为民保初衷 还是要有那一份功心 慈悲心 才能展现得出来 我们的出发心 其实就是这样 有志 自有人 还有勇 能着实者 气恢弘 当一个白杨天使 要有智慧 要有爱心 还要有勇气 自然勇三达的兼迹 把我们的那一种 恢弘的气度展现出来 我们那个素儒 勇为弱势 无意懂 作为贤事 勇为者亦弱势 相信这个道 道理大家都懂 但是道理懂了 跟做了是两回事 懂了要去做 这个道理才有用 懂了不做 那只是一篇文章 家里 所以我们是没有用的 知情合一 懂了就要去做 要不然 那只是一个学问 以言文字 一篇文章 一篇家具 那个没有多大用处 要实践 实践的过程 就是从我们的 内化到我们的心 使用在生活当中 成于中心于外 那样的实践 才是真的实践 小佩 自己想一想 曾经听过的道理 有哪些是让你自己 终生受用的 大家闭上眼睛 静静的想一想 而且是你有在 实践的 有没有啊 每一个人想到的 不一样 因为每一个人的 经历不同 希望各位闲事 能够把你所听到的 好的道理 拿来好好实践 对我们的人生 一定有很大的帮助 我们把道理实践 受到好处 最直接的 就是我们自己哦 好 幸福很自卑 勉励我们的 还是那一句 希望我们把听到的 好的道理 好好在日常生活当中 拿来实践 那一定会有很大的帮助 应该这样讲啦 存好心 说好话 做好事 就会得好报 这个好心 好话 好事 就是我们听到的 一些些道理 把它放在心上 然后拿来实践 自然就是 好话 跟好事 路姐来帮我们 读一下 这一页 有智 有仁 还有勇 我们自然勇 称为什么 三达德 这三样东西 每一个人都有 只是看各位愿意 拿出多少 大家有没有智慧 有没有慈悲心 有没有勇气 什么勇气啊 是跟人家大声的勇气 勇气吗 不是 是改过自新的勇气 才是真正的勇气 自己有过 都降服不了 你说你还能 够降服别人吗 很难哦 要先把自己管理好 才是重点 好 这里的重点是 告诉我们 自然勇 尤其是这个勇气 很重要 勇气不是跟人家 吵架的时候 声音很大声 勇气呢 要能够改过自新 要能够真正的 把道理去实践 那一种勇气 所以它 配合着人跟智行出来的勇气 才是真勇气 这个叫做三大德 好 我们今天就刚好来到这一段 后面这一段我们明天再来进行 来吧 来吧 我们下期再见